那像那個烏克蘭他們自己有一個委員會 就是關於核災認定的委員會 他們自己承認說在2010年的時候 他們就公布說他們是150萬人因為輔導核災的那個輻射死亡是因為 死因是因為車後離核災 那那個當然很多永和人承認這種數字 那數字多少都有 那綠色和名也有每個數字都有 反正就是其實都是百萬單位以上的那麼多的人 當然有人說是只有整個車後離核災是支持幾十萬的 只有支持他們都是這樣說 反正都是說別人的小孩死不完真的是這樣 然後最可怕像烏克蘭他們的災後 他們平均年齡那幾年 他們平均年齡從70 平均壽命從75歲變成50歲 那可是永和人的人說 這是因為烏克蘭他們的災後獲得自由 讓他們獨立他們一時享有民主自由 沒有社會適應不了 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你說什麼消化他們都說得出來 那才消不出來 這完全是黑色消化 所以就覺得很生氣 那我是因為就是說 覺得台灣每天要逃 我就開始去了解核電 那我就去採訪一個叫 廣奈隆的作家 因為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 他寫了非常多十幾本 關於核電書 那其中有一本就是說 把核電建在東京 那這是黑色的笑話 因為他說 你核電如果那麼安全 你就蓋在東京好了 可是他全部都要蓋在 離東京非常遠的地方 都是幾百公里外的地方居多 那福島核災 福島都還算 還算是近了250公里 其他有一些更遠的 那東北地區 在新鮮的也都是供應東西的 別人都是蓋 你看都蓋在三四百公里外 那要是那麼安全你就蓋 那這在日本是黑色消化 好像這在台灣不是黑色消化 我們是事實 根本不是黑色消化 那我就去訪問這個蔣光 我愛喔 他第一個看好我三局 他只說三局 他就改變我的人生 因為他第一局就說 喔 你有三局 你台灣來的 台灣是下一個最 最可能發生核災的地方 那第二局他就說 你們那個核事 哇他就搖頭搖得好厲害喔 喔 第三局啊 他就說 下一個核災不會等你二十五年 因為那個蔣光里核災是1986年 然後到2011年喔 所以中間你看 這就是二十五年 因為所有的核電 都是老朽核電了嘛 那台灣那幾個年 也都用了三十幾年 所以適合人發生 那最近台灣的核電 是全世界的最危險 是不用妨礙溶縮的 因為事實上那個福島災火 那個國際的媒體也都 或是國際科學媒體啦 或是國際的一些科學研究單位 他們做了各種評比喔 像華爾街日報 他就找了一些那種地質學會 然後是核電的 相關的一些學會 或是無色的學會等等 來做了一些評比 然後專家 他把全世界四百多個盤印度喔 然後把它做了評比 然後全世界有14個最危險的核電廠 那台灣喔 連還在新年中的核市也上榜 全世界14個 然後另外喔 那個Nature英國雜誌 Nature它也有兩期喔 真的 頭到201年有兩次 就說台灣的核電是全世界最危險 那原來回就說 那你們要說的Nature啊 那個Nature不會說是 我們把它蓋在人口比較多的地方 那個害人口不要多的地方就是最危險喔 那日本喔 就是也是很多核電學者 都是政府就是核電前養的 因為日本不是只有電力公司 他們還有核電廠家 比如說他們那個原子爐就是有日地跟東芝 那渦人軍是三輪的 三嶺的 我們的那個核市就是這樣子 不過日本人現在完全不認帳 就說那個不是他們 他們說 因為他覺得蓋得太恐怖了 他們都不敢說自己跟核市有關係喔 他們都說我們現在要對越南出口 如果我們對越南出口 是我們第一個速度成功的 你看 但是他不是這樣 那好不用說他們還有核電廠家 所以他們養了非常多的那種 那種學者來幫他們那個粉飾泰民嘛 那那個比較就是說 像我核我最尊敬 就日本最尊敬的一個學者叫做小豬玉 他的書賣到日本亞馬遜第一名 那核電廠要賣亞馬遜 那簡直是我的夢想 賣亞馬遜第一名 那那個就是說 他非常忙喔 他相信到現在已經發生三年 他的那個演講 就是還是要排到一年後 你現在去給他申請呢 然後一年以後 他才能夠殺印你 那那時候我就去 我就去找他 然後我還是跑進那去 然後他說可以啊 他說我可以答應你去那個台灣 因為台灣是最危險前線 他說是核電最危險前線 他可以去 他都是要深入地方最前線 然後他就跑去 為什麼呢 他在2002年的時候 他曾經做過一個台灣核氏核災的一個評估 他說他用美國的模式跟美國的資料來做 因為他說台灣用的都是 基本上哦 所有核電都是美國的居多啦 那時候他就問我哪有來做評比 就他的得錯結論是說 台灣如果那種核氏發生核災的話哦 他是那種數死三萬人哦 然後後續死哦 就是在那兩三年後 後續死是七百萬哦 就是他評估的時候 2002年台灣是兩千一百萬人口 就三分之一人都給死掉 然後他們三分之一 他說台灣是一個逃亡效率為零的地方 那剛才有提到北部人口是三 越來五十萬人啊 那有人會說那不是問題 那才是問題 有人會根本沒有人 你去疏散你啊 那他怎麼疏散你 你真的沒地方逃的嘛 所以那樣就會死掉 我們在那邊當地就等著被捕死掉 你就會逃到中南部也沒有啊 那那新海綠藻就變那個壁子了 然後我們台灣又糧食自給率超低了 就三成了 所以你就餓死了 真的就人家人才 坐船也都不敢靠岸 整個是非常非常悲慘的事情 根本就你就不用說 那他就已經做過這種評估 你的口密集的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危險 是一個我們都會的一個最大的風險嘛 那當然是問題 然後另外就是呢 那其實他那個那個 那個圓融會他們是故意航母 其實NATUR還有一期 他是說什麼呢 他全世界最危險的三個核電廠 他從老朽程度跟地震啊 跟我們弟弟條件來螢幕 三個喔 三個而已喔 全世界最危險的三個核電廠 他就除了一個亞美尼亞以外 就是我們的核一核二 那亞美尼亞為什麼會危險 他就跟那個赤羅比通行 是要早期蘇聯的那種石墨爐喔 那個根本全世界早就沒那種爐 已經完全無可救藥了喔 所以他們是因為他 老朽都太那種程度就那種爐 希望世界完全不認識了 所以就說他那個亞美尼亞以外 就是我們核一核 核一核二都非常危險 所以就是說 欸我只要發現 台灣政府讓台灣承受 全世界最危險的那個核電 可是後來感到我自己再深入了解 我覺得他那些國際專家又太樂觀了 其實他已經比他講的那個危險度 其實是多了好幾個零喔 那到底有多危險 我們待會再慢慢說 那他就照樣說 我才開始回頭看台灣的核電嘛 那那個就是說 而且很可怕就是說 台灣的核電喔 不是只有那個 不是只有那個核電廠 真很危險 我們大家知道那個用過的藍藥棒喔 那我就寫了那個 有一本書叫做 嗯 配合核電 那這標題就是台灣人 正睡在23顆核彈上喔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那他大概有 就是說有一個基本常識喔 就是說一個爐喔 一個反應爐 就是所謂的標準爐 就是發電100萬千瓦的一個爐喔 它就是一天是 嗯 你知道 廣島原子彈的 它的釉燃料 它是用釉的那個燃料 它的燃料只有800公克 就是我這手這樣子 也可以拿著動的 800公克而已喔 那一天一個爐喔 一個反應爐 它是燒出3顆到4顆 廣島原子彈分量的 輻的輻射物質出來 那燃燒 後喔 是燃燒前的一一被毒 然後它有10萬年 那才會 就是說因為它有毒嘛 那半衰以後 半衰到16 毒性剩下16分之一 10萬年喔 然後百萬年才會有無毒化 你說是不是很恐怖 但是一袋用電 一萬袋要付出代價 然後我們不是有6個爐嗎 那6個爐我們一天 為什麼會這麼急 臉講話會這麼急 就是因為你一天 不配合 你一天就新燒出20顆 廣島原子彈分量的輻射物質出來 那我們已經燒了30年 所以在這個島上 它就是用過了燃料棒 它形狀就是用過了燃料棒 那在這個島上 我們已經有23萬顆 廣島原子彈分量的輻射物質 那我常常說 就有走的 那100人就分一顆了 我們在桌子就分快要一顆了 我覺得這是很悲哀 然後眼看我這一代 我們已經沒辦法解決 其實都交了小孩 在場買小朋友 所以他現在 他現在不照樣是跟他有關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們已經完全交了下一代 就像那個 我自己 在沒生育小孩 我有兩個兒子嘛 那我在沒生育小孩之間 我其實不是那麼喜歡小孩 也不是那麼喜歡動物的 因為有人看到小孩會去抱他 我很久沒有想到一幫 可是後來我自己生育小孩以後 我就享受到生育教育 像我們 跟我先生 我們跟小孩是那種 原交關係 我們請他吃飯 然後給他欠 然後再能不能摸他一把嗎 這樣 那就是相處很難 你看我就覺得很幸福 就是有小孩是很幸福的事 可是 就是說我的小孩 他 我跟那個科導 就是科醫生導人很好 然後他就跟我修 他說我沒有要求我小孩要生小孩 他說 那他說因為整個環境已經太糟糕了 那我覺得這是很悲啊 我自己有生育我的小孩 可是我現在其實是讓他沒有辦法生育小孩 那我們台灣有23萬顆 那日本有120萬顆啦 所以就是說 這整個環境是很糟糕 那就留給他們要去解決 完全沒辦法解決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新人地產 好 這還沒關係 台電 因為你知道我在剛開始寫 這就變了一萬六千數用過的燃料棒 現在在每個我們核電廠裡面 就是反應爐旁邊的一個很簡陋的燃料池 那個燃料池 因為它一定要用水去隔絕 然後要冷卻 它才毒性不會放出來 那你知道用過的燃料棒 非常毒 我剛才說是一億倍毒 它毒要怎樣 你就在水裡面冰了十年 泡了十年 然後把它拿出來跟那個陶瓷啊 或是玻璃燒在一起 燒成故障 然後把它放在那個 獨秀鋼筒 然後一個五百勾進來 獨秀鋼筒 它是一千五百西鋼筒 只要二十秒就死掉了 然後這麼毒的東西 那你知道圓人會根本都不知道 他們喔 對於就是說 吸火是對人體的影響 他們對於那些東西對人體的影響 我完全不知道 那我曾經在那個鄭春齊的那個 飛碟五家 我怕他節目單一我被關掉了 他那個飛碟五家 他找了那個圓人會來兩次跟我對別 那我問他說 你知不知道那個是多好吸火 是多好毒 對人體的 他們完全不知道 他們用瓦來藐視 那他說像我泡了二十年以後 還有一百八十瓦 好像還可以讓六十瓦的那個電燈泡 發三個發光 他簡直是把人命當開玩笑 你就覺得他們完全是藐視了 那個整個那個輻射傷害 就完全都很無知 而且那個人是我們台灣在監管 高階核廢料的人 這種人太多了 就我們每次看到那些人 他們都都外行到 讓你很吃驚喔 因為像我是學歷史 我是文科出身 那我現在其實有多好會擔心喔 就說 我是不是那種科學知識 怎麼會出現問題啊 結果他說他發現他們塞太弱 他們已經幾十年沒有塞過 他們真的整個是太弱太糟糕了 太無知了 就讓我都覺得太 怎麼太恐怖了 他們做的事情 每一個事情都太太恐怖了 而且你知道嗎 在2012年的 法國世界報 就有二月的世界報 就指出台灣的 放那個用過燃料的報 是全世界作為 隨時會釀成大災 因為你知道他已經是原始設計的 四倍的擠 就擠到喔 就說你已經隨時都會 就是發生核反音 發是三號大漾 無色無色 出來 那你知道那個 福島合一 它是三個乳出世 乳心融迴 不到往來去 另外還有一個池子 就是說 因為它是那時候 第四號的基礎 正在大修 所以它裡面的燃料棒是拿出來的 裡面沒有燃料棒是 它乳是沒問題的 那它是放在那個 頂上也是一個簡陋的燃料池裡面 那裡面有 一千五百樹 裡面有一千三百樹 是用過的燃料棒 那剛才有說過 用過的燃料棒是居毒嘛 那你知道四號基的廠房 也輕爆過 所以它整個是搖搖欲墜的狀態 所以只要每次日本發生地震 能福島地區換天 後面每次就是 就會先爆四號基礎 福島的四號池沒有問題 也沒有問題 如果它有問題的話 它就會倒了 就沒辦法冷卻 那你知道那一千三百樹呢 是會讓十三萬八千人死掉 整個北半球都會籠罩在 那個輻射層裡面 所以全世界都很緊張 因為台灣沒也出來不報這件事 那可是我每次看到歐美沒 歐美在很緊張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就暗自介紹 因為你看 我們那個 就是日本 我們台灣是一千六百樹 而且全部擠在一起 然後 我們的核二 最危險的核二 它的那個頂上是八千樹 全世界最大的核彈是 因為用過的一半 現在我們都在核二 核二是八千樹 人家 哇你們那一千三百樹 實在是小兒科 你是八千樹 因為我們那個IAEA 早就把我們當氣民 或者這個事情是非常危險 因為不是只有台灣危險 會造成整個 整個那個北半球 整個都會有問題的 所以你說 我是很不甘願 為什麼就是政府或台電 讓台灣人承受 人類實際上沒有的事情 那個蘭蕭 蘭蕭那種儲存放置 也是人類沒有 四倍解 那隨時都可能發生問題的 那我覺得 還有非常非常生氣 就是說 它其實不只是只有 不是只有這些事情 讓台灣承受 像剛才說到 我們說那個 老朽核電的問題 那它有多可怕 它是我後來知道以後就知道 你國際的那些 因為國際他們只是從一些表面數字來估計 就知道你是做了一些 好 那我們知道以後就知道 哇 台電太恐怖了 台電你知道他們對那個核電 老朽核電 它完全是 不休息 不休禮 不休不休 老不休 真的是老不休 它實在很恐怖 它是不休 通常日本的核電是 每12個月到13個月 它就會休息 停機修理 停機維修 那停機維修 那叫稅修 12個月到13個月 然後他們休理 時間是45天到60天 那台電他們是怎樣 他們不是叫稅修 他們叫大修 他們18個月才停機修理一次 然後他們說他們基礎比較好 他們是24天就修好了 你知道 日本的修是要把那種老朽的東西 都要把它換成像新的一樣 台電是完全不修理的 它不換的你知道 它不換的可怕程度都要怎樣 大家有沒有一點印象 2012年 就一年 2012年 兩年前的2月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核二一號基的 毛定螺栓事件 毛定螺栓什麼 毛定螺栓就是把那個 反映乳整個鎖在基礎上的 那種大螺栓很大螺栓 那有130 因為很大嘛 所以130的幾個螺栓 然後 它就是有發生斷裂毀損等等 那那個事件 那那個事件是怎樣呢 那是因為 大家知道就是說 有一個叫做基的 就是耐症係數 就一個基礎 那是一個GAL 就是一個那種 就是中立加速度一個單位 那像我們的那個核一 它是0.3基 耐症係數0.3基 核二到核四是0.4基 就非常少 因為它台灣 就是說發生復導核災 台灣的官員真的是鐵不吃石 他說台灣的核電是日本的10倍 所以安全10倍 那數值完全不值 因為台灣跟日本都在世界地震最集中的地方 那日本的耐症係數都是台灣的兩倍以上 像921地震之後 普通的建築物它的耐症係數也要0.33基 就比我們核一還要高 所以你說我們都是更安全 後來我發現也有人比 日本比台灣跟後來比 韓國說他們是日本的100倍安全 所以說 那流水都會吹的 那台灣說它的時代 你個人差很多 好 它就是核二螺 它是怎樣 它是要稅修 那一年的2月初的時候 它要稅1月月底的時候 它稅修的時候 不是稅修要大修 它們是18個月才修一次 一號機 它大修的時候 就突然出來 因為停機的時候 你看那種一直在運轉中 突然停機會出現震動 那是正常 問題是它正常的隆虛 震動的隆虛 就是震動的隆虛 後來是0.2G 所以它居然出現一個0.29G的震動 那是一個幾何幾乎 幾乎是兩倍大的震動 那所以裡面都嚇死了 就發現裡面是有一些 螺酸斷 斷裂尾損 那是很可怕 可是你知道嗎 那時候當時的台電動 是讓陳桂明 或是原委會主委 蔡春 他們都知道 可是他們不休 他們不休臉 你知道多可怕 他們是擔心說 你因為它前一年 那個二號機 也是發現過 有一個螺酸毀死斷掉了 那他們就擔心說 你要是這個一號機 把它關掉 壁爐的話 那二號機要關 那何二關的話 何一不是更老秀 更要關 那何三也差那幾年 他當心有福來效應 全部都被關掉 所以他們就敢說 不怪 結果是怎樣 是那個 就是裡面有幾個工程師 因為他二月二十就要重啟 就說要修好就要重啟 那那個 有幾個工程師 跑出去跟那個 綠色消費基金會董事長 然後方簡 那他像董事長 他其實只有一個人 所以大家都可以拿董事長 不要專心 那他就是 就跟他說說 要是有幾個工程師 跟他講說 要是他們真的不休的話 我們二月十九 二月二十要重啟 二月十九 我們就要把那個 房子要賣掉了 然後要辭職 要離開台灣 要逃遠一點 因為你那種鎖住的那種 那種毛定羅帥 這樣 那是應該跟魯同樣的壽命 就算是福島合一 他用了四十幾年 然後已經 你看到為什麼要這樣 那個羅帥都完全沒問題 可是居然那個 台灣那個羅帥卻很斷 那全世界從來沒發生這種事情 他就說 我們要逃了 那那個 那天我剛好是 回到台灣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四十歲出婚 所以他叫我來 致辭 我只好致辭 他如果是摘婚就算了 那他四十歲出婚 我就放他 所以我剛好回到台灣 然後 後面 後面就連夜來找我 他說你認識馬英九 你去跟他講 這已經 就是台灣就會完蛋了 一開機 他可能整個那個反應爐 就跟扭蛋一樣 就跳掉了 你知道嗎 這非常恐怖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 你跟他講說 他那麼笨 他聽得懂嗎 而且他會叫他 那些人來 那他等一下 那專家跟他 配一配他一下 就相信了嘛 那我覺得可能 後來我們就說 後來我就好 我認識有一個 周潘社 他的社長 我們早上 第二天一清早 我們就一起跑到那個 社長家裡去 可是那個社長說 他很願意報導 可是問你 問你說我們只有那個 口說無品啊 只有那幾個工程師出來 密告還沒有文件 可是後來我們就開始 開始去寫啊 去寫 其實是很多文有幫我貼喔 貼這件事情 然後貼到那個 那就是連主流媒體 說最近網上 在狂貼這個事情喔 那你知道貼到 有一個那個 核二的那個工程師 跑出來說流離了 在胡說喔 他說如果 如果核二發生事情的話 我願意死守核電廠 我就想說 我幹嘛 我不要你死守啊 你不要給我發生事情就好 然後我沒有叫你死守啊 要罵你奇妙 然後我就很可怕 後來因為弄得很大 所以就是 那個 後來田秋謹又任別的名義 把核二的人叫到 那個會場 叫到那個立法院來問 那你知道核二的那個經理 他看到我他很高興 然後他只看我冬瓜 他說我好好的 他看好火箱 他說劉小姐我都有拜讀你的文章 我覺得他只愛是 他只愛是 他只愛不知道笔情 然後他不知道 我到現在我一直寫五百多年 到那個時候 我已經寫了兩三百篇 已經罵死他們 他們都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我有寫反核文章 所以你看 他們那個完全 那個被笔情毫無了解 所以他就 他也跟我說 然後後來他就一直 我說也沒有零點二九幾的震動 他問了好幾次 那那天我先跟我去 他就很像柯蘭 在後面一直跟我講話 就說你再問他 你再問他 然後我就一直問他 我問他 問了四次 他才說有 有零點二九幾的震動 所以很可怕 後來這些事情 就立法院正式成立了 那個聽證會 然後很多個立法委員質詢 然後又找了各界專家 後來台地就把他換了 換了六個 因為他說七根是毀損斷業比較嚴重的 那為什麼你知道 這個就是應該跟羽如同獸 不能換的東西 那換了七根 七根那個原價一根是一千五百塊台幣 可是他們七根換了一億 那不是他們貪污 是因為他們不會換 你知道 他們每次他們要讓七一日曆來換 那他每次都會說 哎呀 台灣因為沒有天然 沒有天然年源啊 所以我們全部要靠進口啊 那你說 所以我們要用核電 那是騙軌的 因為核電哪一樣不是靠進口 他的基礎 他的燃料 他的技術 他的零件 全部都是靠進口 所以他不會換 他要叫做七一日曆來換 六根換了一 那第七根因為旁邊的管線太多 然後又被鋪太嚴重 所以沒辦法換 後來等到第二年的監察院報告 才知道他們後來偷偷換 那一根換了八千萬台幣喔 你看 就真的整個是 這種是很荒謬的事情啊 那其實這都還小事 他至少換了嘛 那而且 那好 我們終於把他停了 兩個月後來 當然所有的環保 他也都有加入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我跟方姐 而已 大家都有加入 然後阻擋了他 兩個月 他兩個月 那個四月那天 颱風天 根本有個缺點 他還硬要開機 他早上六點就聽 就把他重啟 好 他重啟的那天喔 你知道嗎 他重啟的那天 那六點開機 然後九點多 那有人回來 就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他承認 那個就是 同樣那個一號機 核二的一號機的 爐心旁邊有一個側 叫爐心側板 那就是最接近爐心 是要擋那個輻射線 哇 他裂了30公分 然後他說 比七年前多了10公分 那現在過了兩年 我覺得可能裂了40公分 那你知道這有多可怕 全世界那樣裂的 早就多廢爐了 德國有一個第二十幾公分 他們才用了23年 他們就廢爐了 因為那不可能換的 那個爐心側板 是最近進爐心 他是被附最嚴重 你要去換的話 他代價幾乎跟你重蓋一個爐 搞一個爐是差不多的 而且是很多人要被附 換性命 用性命 你要老朽爐是不可能去換的 可是他們繼續 現在還繼續在應轉 所以你看我們的核電的可怕是怎樣 他們就是 你看他又不休禮又不休息 然後就一直在轉到 那每次環保團員說 我們的那個老朽核電是會過勞死 那我常常說 那過老實不對 過老實好像是趴趴手一樣 這麼乖的 死掉 那核電是不會的 他是會過勞爆的 就這樣給你爆到 台灣就完了 所以我常常說 非常非常恐怖 好還不只是這樣 他恐怖到什麼程度呢 你看這樣不休禮不休息的那種 核電 被他們超過的核電 他還在跟中國的核電 拚世界第一的運轉率 你說很恐怖喔 他有時候拚到第二名 第三名 有一次拚到第二名 那個圓能慧沒有制止他 還給他說 這是台灣之光 被我罵了幾次 他終於把台灣之光刪掉 你說這是不是太可惡的一個事情 我覺得真的是 他是拿我 然後他們去領績效成績喔 那這是拿所有台灣人的生命 在壓寶欸 我覺得真的是好可怕的事情 然後隔壩點 我們常常在說 台灣到底哪個核電廠最危險 那我們那時候 一致都認為是那個 核二最危險 你看 核二因為他畢竟可能當時老朽 而且我們三個老朽核電 都是美國那個訂單接最多 因為他是那種 1970年代初期 那個 三里島還沒發生之前 那些店 他說訂單好多 美國訂單好多 結果他們就接不完 那個都是那時候出自爛造的東西 所以那個品質 本身也有問題很多 那有 可是我們最近 就是說 我最近是覺得核一 或許更危險 因為核一 它第一個 它是最老朽的 那它有一個叫 罪裂問題 罪裂問題是什麼 就是你知道 一個反應毒 它最先是 零下14度 15度 然後長年一直被中指線 曝照 它就會變成 溫度一直一直升高 那就像 像 日本核電廠都要公佈 這個核電 核電 反應爐 這個爐 它的那個 翠裂溫度 翠裂指數多少 那日本有一個 懸海一號機 它等於就要匯爐了 因為它是要維持98度 你說世界上 裡面這麼多好東西 因為東西 它如果維持那麼高 八九十度 它就會裂掉 因為為什麼呢 你知道那個 像很像 熱的玻璃杯 你把它倒入一杯 冰水進去 呼冷呼了 它一下就裂掉 你知道鐵拿尼號是怎麼裂的 它就當初的鋼鐵技術 就是弄鋼鐵 它去碰到冰山就裂掉了 不是碰到熱的會 碰到冷了也會裂掉 像核一已經跳機好幾次了 然後它翠裂問題也有問題 它上次有一次 就說有一個 運轉原物操縱錯誤 就是把它 就是好像讓它出現那個 翠裂問題 有發生一點問題 他們都不敢公布 到底是脆裂多少 最可怕的是 就是說因為現在 核一 它是已經旁邊那個燃料池 我們剛才說爆滿了 它現在已經 每次的大修 沒有辦法把裡面的那個 那個 燃料量全部拿出來 如數 沒有辦法如數 取出 取出貨費 然後其他的 他們就用那種水中攝影機 進去看一看 本來是要拿出來來看 然後進去看 他說你技術很好 那樣你就可以了 其實說根本 所以他連他的脆裂 溫度指數到底是多少 他們也沒辦法 每一門立公路 他們所有檢查 都沒有在做 根本連檢查 辦法都沒辦法檢查 那那個 我剛才說 日本災厚最受尊重 這個小處御章 他那時候 我警察到台灣來 我就問他說 我說像台電這種檢查 是不是可行 那他又給他排 我就壓榨他 只讓他來一天 因為他也沒時間 然後我給他排得很滿 一些人 接受公示 什麼法會 很多 然後結果他就那天 他很緊張 就在那邊聽到這種檢查 他就笑出來 他說從來全世界沒有通過這種檢查 那台電都是在叫台灣人承受全世界沒有的那種危險 可是他跟我說 那我覺得是不是核一核二最危險 可是小豬就跟我說 他說 危險都是發生在你意想 所謂的事故 是發生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覺得核一核二最危險 所以可能是核三先出事 為什麼核三第一個核三在那個距離恆春段的人只有一公里多 然後他又離那個 這是捲歷最遠 被監督也最少 像他上次那個 那個廠長不在那麼久也沒人發現 然後核三也是最早發生全黑事故 只差幾個小時 他就全部就頂就不頂便 他也是最差幾個小時就會發生大核災的地方 還有像兩年前他不是那個 銀湯那一帶有一個六級低症嗎 聽說場內也被震得一塌糊塗 可是他不能說 像那種台北野附近核電廠 然後跑出來隨便說兩句 我們還聽得到 可是那邊就沒有 他也比較沒有環保團體可以去素果的 還是情況比較不一樣 資訊比較沒有外露 所以可能是核三場最先發生危險 就像日本災前 他們認為福島核一是第二危險 另外一個離東京一百八十公里的 叫冰岡核電 他們因為覺得最危險 就把它加到一劑 你看 我不是0.3劑跟0.4劑 他把他的耐震系數加到1.1劑 他覺得他可能是最危險 因為他可能是在東海大立震的時候 幾乎是在真央地帶 最平估的 所以他們都覺得 喔全日本的環保專家 反核專家 都去抗議說應該要趕快關 結果我沒想到是第二的先爆 所以就是說 人很難說 到底是哪個會先爆 我覺得是很難說 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常常說 應該趕快去制止喔 這三個合點 趕快點喔 因為很多人跟我說 哎呀 他已經有台灣啦 就沒問題啦 我說他已經有台灣了 那麼到今天為止 沒發生事故 我們就應該逃久了 就不能再心人僥倖 所以而且你一天不配合 你一天就心燒出20顆出來 像我在開始寫書的時候 三一剛化身 我們才只有一萬四千室尾 現在我們是一萬六千多室尾 你說這個事情就是你沒有去馬上去阻止 然後現在他沒有來恐嚇 最先是林中央 雖然他批爆的核四有一點功勞 可是他只是因為沒有撈到核四的那個 撈到核四的沾到吃到他的根啦 所以他就是開始去想要去發三個老朽核電產 那像他自己也是七二人 或是有一個政大的核公教師 還有10年台院董事 他們一直在當核電打手 他們都七二全部都在美國的人 那他像林中央 他也就是在核電廠工作個兩三年 他怎麼他就要說 每個核電廠給他五百億喔 他就可以來研議 你說這種要命的核電 怎麼可能去研議呢 好像他讓民間人士說了就算了 居然我們的部長 那個張阿柱他也出來說 給他一千一百億 他要把三個核電廠研議 我說這是不是太心狠手辣了喔 因為這根本是不能用的東西 你還要再把它研議 還每一個核電廠要研議二十年 那我們現在過了一天都很不容易 他還要我們再 他研議還要再往後一直加 而且他說給他一千一百億 他們很會說 你看一千一百億 他們是一千億喔 他直接多了一個頭 然後等一下可能就一千五百億 一千六百億 一下就兩千億喔 就跟核四壓一概就三千億 那我覺得 他們都說核四是乾坑喔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是乾坑還好 可是他會變成人坑喔 那我每次在那邊寫文章寫人坑 就被編起三個 他覺得很恐怖喔 可是那才是事實 因為你要那個人民 而且那個核災一個核災 他污染的傷害不是只有人民 那整個土地 水啊空氣啊 我都全部都土啊 都被污染了 你根本就沒辦法 用台灣就變整個是廢土喔 很多人還妄想說 我們那些高階核廢啊 燃料棒拿到中國去丟喔 因為 現在國際公約已經 沒有辦法出境了 所以他們就說喔 那中國人就說 你是他的屬地 你可以拿去丟 中國才會被拿去丟 他巴魯德 你這邊出一個小核災 他們的 他們有很多燃料棒 沒挖起 他丟過來了 台灣就變一個核廢島 我覺得實在是太恐怖了 他們這些人 怎麼可以繼續做這些事情 台灣還要去研議這些 研議這些 那你1100億 如果拿來發展率 有多好 那像中部地區 或是包括這個 就是 佳明地區 這些地方 他可能就是藍煤啊 或是工廠啊 弄排煙啊等等喔 就是說 尤其之後台中那一帶 就是 他藍煤很嚴重 那過濾設備 都是花很少的錢 就很容易改善的 就是說 你要過濾設備就改善 而且 最我很不干預的喔 是 就是說 為什麼會一直說 要是喔 台灣的 對核電的依賴喔 是跟法國一樣 是七八成喔 我就認了嘛 你七八成你只好報 你要依賴他七八成 他有報了 你就認命 那是你自己要被他 幾乎把自己的命都交給核電 那是你的事 可是台灣只佔一層耶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台灣電路的宣傳是兩層 他說19% 那是騙人的 你去看 能源部的 那個 經濟部能源局的資料 就好了啦 他佔核電設備 只佔10.2% 那台電因為他長年喔 你知道掌握核電的人 他們都跟政治比較接近 所以那個清大和工掌握 台電非常多年 長年來 不管是董事長啊 副董事長啊 副董事長啊 副總經理 副總經理 長年都是核動 他們只佔一層 可是卻掌有台電 所以現在包括藍莓封利 什麼都是核電的人在管 所以他在決定 我們台電呢 台灣的核力 真正 而且他是國人事業錢滿多啊 每人就七億回饋給立委啊 就是 你把你們土工武聖 你只要七位 立委打電話給我 那也就給你貼50萬 20萬這樣子喔 那自己 自筆錢已經被我把他接換 就把他看抖掉了啦 可是 這種事情 是看得見的錢 你看不見 他們就用看不見的方式給了 所以我們就覺得台灣沒有收過台電錢的人非常少 非常恐怖的一個狀態 所以就不能他繼續用一個老的體制 繼續在當他的提款機 那他現在核四也提的差不多 就要用三個老核電 再當他新的提款機